大家好 好久不见啊,甚是想念 这两天安华一直在下雨 不过下雨越下越小,快要开天了 我们想召一名摄影师 有长期拍摄工作经验的朋友们可以联系我 然后下面再花期,我们下去看一看 一共900多只鸡 昨天,今天,然后明天,看我们三天能不能花得完 已经打了这么多包装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花的都是特款 这个是小鸡三只装的 上方的车子过来了 等他们发完后,晚上我们再清点一下 这两天我的心里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世界的起因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率太低了 反反复复的 所以我说,再怎么继续下去啊,都是头脑 本来嘛 你要放弃一些坚持了五年的事业 就是一些非常艰难的这个决定 心里面反反复复不是滋味 有太多的不舍 有太多的不甘心 有太多的委屈 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路啊 是你自己选择的 咬着咬 咱们都把它给走完 我希望大家能够从我的身上 得到经验和教训 验证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啊 狼怕肉粗狂 鱼怕枷粗狼 感谢大家这五年来 对我们的这份陌生的信任 当然 这五年来的所有的这个 这些啊都是我的 这个全境道路上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失败嘛 这个胜败嘛 这个兵家之常识 想通了 对吧 咱们乘坐再来 走 咱们到小鸡舍里面去看一看 二十多天啊 六两左右 大家看这个地面上啊干干净净的 很干净啊 马上就要把它们放进山里了 再来下雨啊 雨停了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放进去 这个小鸡苗啊是很脆落的 你在喂养的过程当中呢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里面的温度 然后通风干燥 还有水爷食物 当然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它们的充分率是很高的 我们这一鱼鸡到现在这一刻 也就死掉二十多只 当然了 你得要控制这个小鸡苗的一个球虫 还有要给它们做这个鸡温疫苗 其实鸡的用药管理是非常少的 你看大家看我们那个山上的鸡身 都是上下两层次 为什么要做到上下两层次呢 就是因为这个鸡粪呢 要跟鸡要剥离开来 因为鸡饭是最容易产生 这种不健康的一些 病因还有球虫的这个主要的东西 当它在外面自由活动的时候 只要尽可能的少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情况下 那么它们这个存活率是很高的 所以用药管理也是非常非常少的 这座大厂里面 一共有22个鸡身 真的是马山遍地的鸡 是树林太密啊大家看不到而已 啊才那一头 一直往这一头深入进去 昨天晚上我写了一个围图条 然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这个去给卖掉了 我想 并不是我的这个内容写的有多么的出众 而是我们这个鸡的品质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也能够成侧面反应 啊我们的这个 啊生态养殖 啊 获得了大家的信 做生鲜呢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我们这个单品五年时间 做到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好评 真的足以说明这一切 这段时间的睡眠真的很浅很浅 我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来 消耗我这五年的这个立场 我这个人啊信心中的 有什么说什么改不了了 也不想去改 我想征询自己内心的 这种想法的人呢 可能他的日子会过得很苦 可是我觉得人嘛 就是说有点知情的尿性 做人就是要有点尿性 我不会轻易的低头 我也不会轻易吐血 我想 等我们后面重新再来 怎么说呢 只有自己苦过 累过 心甘情悦的去放弃 这要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那我们 好好的调整好心态 然后咱们 呃 重新面对大家 我相信以后的视频 大家看到的 应该是一个不一样的王尔先生 我自己都很期待 这是我马上睡觉的地方 好了 那咱们这次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对王尔先生的支持 加油 好好的 好好的 感谢观看